大家好,今天我要教大家使用Google日曆建立重複的活動 像上一次一樣,我們在要建立活動的日期先按一下 然後再點選建立的按鈕,來建立活動 那麼一樣呢,我們先設定活動名稱 設定開始的時間與結束的日期跟時間 然後我們活動的名稱一樣在反白建立 那麼這次不一樣的地方呢,就是日期跟時間下方有一個複選的方框欄 那我們可以在下方勾選重複顯示 勾選後會跳出一個跳窗 那麼我們在跳窗中設定每年呢,年度性值或者是每個月 那間隔呢,我們可以選一年 那開始的日期呢,就是可能是第一次舉辦的時間 就是像是今年的12月23號 那結束日期呢,永遠不要 那可能就是 呃... 傳承性吧,完成 那我們再按完成 那點... 點... 按... 點選完... 完成之後 然後我們再按... 儲存 對 那我們可以... 在... 切換... 因為檢視模式 可以看到活動顯示的日期 那我們可以看到... 一週或者是四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